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Bruce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如何训练、培养我们的英语思维 就是英文的母语思维 那我现在说话讲的是中文普通话 我现在用的就是中文思维、中文语言 那么我们要讲英语的话 我们必须要用英语语言、英语思维 怎样训练呢?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假设成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当成英诱儿 不是巨英好吗?老天 就是我们必须要像婴儿一样 重新的学习一门语言 这样才能达到英语思维、英文思维 我们中文现在是忘不掉的 我们也用中文算术沟通、想象 我们脑子里面全是中文的一些逻辑 中文的一些数字、中文的博大精深 那我们怎样训练能达到英文思维? 就是像婴儿一样,重新学习、从零学习 比如说我们现在忘掉中文 我跟任何人现在开始讲话就不用中文了 我现在要讲英文了 所以如果我看到一个电话 我 immediately说,这就是一个电话 所以如果我看到一个电话 我 immediately说,这就是一个电话 whenever I see a laptop I immediately say this is a laptop this is a camera I'm a man, you are a girl 孩子是怎么学习的 那国外的孩子就是 他的国外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也是像我们一样 你看一看,这是一台电脑 当然了,他讲的是英文 Baby, look, this is a computer Baby, look, this is a television 对,这个就是已经开始锻炼你的英文思维了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练到这样的条件反射 这样的母语思维 就是看你锻炼的力度有多大 刚才我说到当我没当我看到电视的时候 我就要说到它是电视 它是电视 那么你要每天通过大量的训练 潜意识的训练 每天至少有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在潜意识的训练 看到任何东西就要说英文 This is a television This is a laptop This is a small refrigerator This is a white doll This is a window This is a window This is a air conditioner 你要每天通过这样大量的训练 Hey Tom, how are you? 比如说你今天见到老李 你今天见到小李 你就不要说小李啦,你好啦 你要说, hey Bruce Lee, how are you? 这样断练 This is a television This is a laptop 刚开始的时候你不太习惯 You will get used to it I believe This is a air conditioner This is a air conditioner This is a small refrigerator The wall is white The wall is white 对,这墙是白色的 我们要讲 The wall is white This is a window Open the window Close the window 每天我们要这样通过大量的训练 让我们的潜意识记住 记住这种模式 记住这种思维 就叫英语母语思维 当然了 中文翻译成英文 英文翻译成中文 那就是更高的层次了 我们先不要讲 我们一点一点来 当我们做了这样大量的训练的时候 直到你能记住 多达六千 八千的单词 What can I see in a picture? I can see a school Green Green grass land 我们要这样通过大量的训练 我们要这样通过大量的训练 The man is writing The boy is running 我们要通过这样大量的训练 直到 直到 直到你能从一开始 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去讲 再到一个短剧 一个短剧去讲 再到 一篇文章去讲 一个复杂的故事 你能用英文讲出来 这就达到了你的英文 英语母语思维 就是从此时此刻 你要想锻炼英语思维的话 你要把自己当成外国人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 我是外国人 我就在国外 这样去锻炼 直到你能看到一个场景 你能用英文复杂的 复杂的英文说出来 So After you practice Imagine that you are a foreigner You live in America Canada or Australia Imagine yourself As a foreigner So Whenever you see a scenery When you see Whenever you see a scenario When you see a photo When you see You want to try You want to try to say story to your friends So Try to speak it in English For example I see this picture There are There are five students in the class There are teacher Wearing a yellow sweater So One of the students is listening to the radio Another Another female students W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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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lass Wearing the glass Staring the blackboard 你要会讲 讲到这种 就是 什么时候像我这样 刚才能够简单的去讲 就已经锻炼 锻炼成你的英文思维了 那这是一个训练方法 这是一个训练方法 在接下来的这个视频上 我还会讲一种训练方法 这个训练方法是干嘛的呢 对 刚才那是母语式训练方法 那下面我要讲的是中英文互语的训练方法 刚才那是母语式训练方法 你学完那个以后 你就是母语思维了 那么现在我要讲中英文互语的训练方法 就是你要把 你要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怎么翻译 你要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怎么翻译 对 请记住 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这个时候 它用的是中英文互语的思维 它是另外的一种思维 我现在说话用的是中文思维 如果我要用英文思维的话 用英文讲话 那么现在是给大家讲的是 中英文互语的思维 叫翻译思维 大家一定要注意 注意区别这几种思维 现在讲的是中英文互语的思维 比如说 该起床了 当你听到这个词语的时候 该起床了 就是你脑子浮现的就是 中文的场景 我该起床了 那你要切换到那种思维 It's time to get up 你要切换到英文的思维 其实你在翻译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场景 你想的是 din词语的时候 你就能够 我去标准